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诗师副师长杨恩谈及新义军士兵绕民抢掠等事实 何市民对新义军如此印象 请其报上级 整治军纪 即后杨对我说 杨在军部汇报时 将情况报告出来 孙立仁军长说 广东人分外刻薄 我军过去祝先免时 当地华侨对我们非常客气 也一推时 我们赤兵绕什么 就拿什么 随便取重 来到广州要些东西 就说我们军纪不好 岂有此理 我是广东人 见这样就不敢再说下去 水热刀 美军在驻地军纪很好嘛 而且孙立仁不说得很清楚了嘛 他的兵要什么 就拿什么 随便取重 接欧缺 我该被老讲官 孙立仁都说这么清楚 你说新义军什么德行 孙立仁有禁无退 挨木灯 要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国军劳苦功高 吃你这鸡怎么了 还是老子在城里下馆子 都不花钱吃你个西瓜 这孙什么玩意 怎么这个德行啊 军队这样子活该要玩 苏布兰奖委员长是回不来了 何以见得 昨晚有解放军路过这里 我早上开门一看 当兵的全睡在街上 冻死不拆窝 饿死不入侣 那是岳家军啊 奖委员长打得过岳家军吗 党人非 我记得看黄仁宇的书 在印度他们嫖娼是没问题的 陈德宾一 新义军当初在广州不是办过集体婚礼吗 还解决了不少失足妇女的就业问题 从广州转运秦皇导的新义军第三实施军乐队YXDS 一 1945年前后 孙力仁在密之那为新义军搞了军纪制度众所周知 抗战期间 国军的军纪问题始终相当严重 讲戒时日记中 对此有颇多痛心及手之描述 此种军纪败坏 乃及普遍之现象 即便是被美人誉为纪律严明之孙力人新义军 也不能例外 据新义军军官张善发回忆 1945年前后 不论在前或在后出国的兵员 都渴望回国 人心不安 军纪涣散 为了安抚军心和解决官兵性生活的需要 新义军采取了日本军队代军纪的方式 在孙力人等的授意下 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 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 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 名为卫劳队 实为妓女 各军队中的官兵写申请 有主管部能安排去住宿 并统一扣钱 还有附近的一些外国军队 特别美军很野蛮 她们也争着要去 有几名女青年 因不愿受这种侮辱 拒绝接待中 外官兵 而纵身于伊洛瓦底将自杀了 这支卫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 依依章善发 远征出国 收录于云西文史资料 第二集 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夕 新伊军军关于美军连环南蛮大腰 比日军都不如 TSHT2012 新日军名不虚传 中军续名为忠贤 台湾当年还有831女子挺身对 纽承则还拍了个电影 把丢人的事拍出来 就不丢人了呗 解放军VSC 在国外有外国人给军饷 抗战结束国内谁给读军饷啊 所以 自然就退化了 狐狸大仙 楼主引用的原始资料 在哪里可以找到 苹果博恩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集 口述 炼炳仪 陈家白口述 整理 黎私傅 原习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 接收广州的回忆 炼炳仪 时任国民党 广州市警察局督察长黄沙分局局长炼炳仪 代理警察局副局长1949年起义 这段历史实际上在孙丽人的言论集也有涉及 孙自己在对下属的新三灵师中会发言里是深恶痛绝 大谈特谈军纪败坏 在广州如何 到了东北还是如何 不过也就是说说而已 孙自己对下属是很宽重的 在广州抓了两个拦路抢劫的新三十师的士兵 结果只是禁闭替死处分 到了东北就放出了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